你好 欢迎收看10月9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2023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在28号到30号要盛大举行 此季科技大学团队是以医疗器材的固定结构 防针扎及具收纳的针头构造两项入围了角逐奖项 校长罗文睿研发长林祝军带领参赛团队拜会的县长徐正蔚 简报参赛项目内容 也感谢县政府提供相关补助 让师生可以顺利成行 希望可以为华联争光 为台湾争光 此刻大护理系硕士班学生陈晓军 刘金伟以及刘怡林 今年代表学校赴德国参赛 上位目前就为医院临床资深护理师 在工作期间发现病患照护痛点以及护理员征控安全的问题 进而研发新医材 医疗器材固定结构 防针扎以及具收纳的针头构造 分别获得2020年创新创业竞赛 荣获金奖 赢奖也代表花联线参加2020年创新创业嘉宁华 以及2023年20届国家新创奖获得各界肯定及青睐 现在学校表示宣服权力支持各项领域人才 从国小国中的小论文竞赛与发明展 青年梦想加到HSH创新创业竞赛 这也是青花中心这四年来 看到结果在HSH的我们很多的提案里面 还有SBIR里面 其实今年我们为什么要办那个Mid花莲 就是奠定这三年来奠定花莲 很多的青年返乡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青年青创的人才 那我们更希望延览全国很多的业界 或者是一样在做青年创业 能够一次到位到花莲来跟大家分享 那让我们在花莲青年界 还有创新创业界的伙伴能够交流 所以在今年8月份办的Mid花莲 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我们也希望明年 我们也在讨论明年如何办 那我们也更希望我们的罗校长 和执行长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的意见 那其实花莲在支持我们的各项领域的 这个专业人才走出花莲 迈向国际 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能量 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艺术 艺术里面 艺术我们也支持工艺家或者是艺术家 到世界去参加竞赛 然后也住村 那另外当然从外面来到花莲 我们也都支持 那像艺术家有到德国 有到西班牙 那另外就是在学术界里面 我们也支持让孩子们 透过运动到国外去比赛 然后也支持这个旅费的部分 就是希望说孩子能够开拓我们的视野 小早龙瑞表示此刻大致力于推动创新发明 学生喜欢借由做中学获得成就感 进而提升专业学士 为了预计办理创新发明专利资能研讨活动 邀请各级教师共同参与学习 研发长林祝军表示 非常感谢向南区中卫对年轻人提醒及照顾 近年来明显感受到花莲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进而有机会为花莲争光 记得也订阅花色味道